炎热的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楼顶种植了各种瓜类蔬菜 得想尽各种办法给它饱水了 大家好,我是小草 马上气温越来越高了 弄一点这个稻壳 给它保湿 天气热的时候到时候水分蒸发的特别快 给它培上一层 这样水分蒸发的就好一点 特别是夏天三十几度高温天气的时候 楼顶种菜浇水是特别让人费神的一件事情 给这些瓜苗的根部铺上一层这个稻壳 到时候水分就蒸发的没那么快 给它咬了倒进去 这个是那个大脆瓜 这个种植箱里面摘了三根 以前摘了六根 这六根我觉得太腻了 摘太腻了到时候养分不足 就给它拔掉一半了 只留下了三根 现在都已经开始结瓜了 为了防止锅银和针锋的叮咬 得给它套上一些仿虫袋才行 像这种就不用套了 这个才刚开花还没受粉 不知道有没有受粉 这个没有持花 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果成功 这个是羊角蜜 现在很大了 给它用这个东西套住在 不然果蝇太厉害了 还在上面还有一个 上面那个也长很大 这两个西瓜 这个贝贝南瓜是最大的 三个贝贝南瓜 这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夏天楼顶盆栽种子 如果没有稻壳的话 给它铺上一层厚厚的树叶 饱水也是非常不错的 树叶和稻壳呢 透气性又比较强 腐烂之后 又是很好的有机肥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